中文字幕——YK 中国人变河县和氏璧的故事就发生在南亚 并且价值连城的和氏璧就是当地出产的一种叫独山玉的玉石 那么独山玉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玉石 为什么南亚人会认为它与传世珍宝和氏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呢 每天上午的十点钟 一块块石头被运出库房 它们或大或小 颜色或多或少 这些看似貌不惊人的石头 却个个都已经历几亿年的岁月变迁 如今就要在这里再一次等待命运的转机 南阳独山玉矿门口的这座小院子里 此时的人越聚越多 他们在等待着这道铁门打开 一块块看似普通的石头 一张张捏在手中的纸条 在这里的每个人都对这些石头靠出浓浓的兴趣 看着 摸着 写着 他们这是在做什么 这些石头为什么会让他们如此着迷 跟随南阳玉矫大师陈鹏旭 我们也进入这个摆满石头的院子 这个我们也领 比你还一份 空白的就是 你知道这是干啥吗 以后我们要看到我们有形意的这块鱼料之后 我们就要顾出它的一个价格 这种姓是叫暗标 暗标 就是说可能一颗鱼料由十个人看中 然后最后我们的价格都是我们自己来评估的 最后它这个是价格最高的人能找到这一颗鱼料 很有意思 它基本上有七大这个鱼器 我们就是说支撑护鱼其兰兹 在渡船域上都能招得到 它是我们号称叫夺色域之窝 像这样的鱼料 那不常见 这是近几十年罕见的 这个这一颗鱼料 它这个优势是什么 这是它的级别 就是它这个数据游击的 就是数据是我们做产业最高的 这个级别 陈鹏旭仔细地在纸上写下一个价格 才要写零是吗 这样 就是这个 一会儿图标的话 一会儿就是差一块钱 这个才能决定这一块鱼料 是不是数据 那能帮我们设置组找一找一眼 然后从这个原池开始 然后到您帮我们做成一个艺术品 然后等于大家的价值能升多少分 哎呦 那我还得仔细瞧一块 不一会儿 陈鹏旭已经把一块鱼料拿在手上 非常漂亮 这一块 这一块还真能做一个很有意思 这个也不错 嗯 对 这两块还是 哦 这也是个游击的 为了在竞标中上出 我们也写出了一个价格 这个 这个两万三吧 这两块 嗯 两万三 两万三千一 两万三千一 这多出的一百元 不知是否会让我们获胜 现在我拿的这块料子 然后有三公斤重 然后拿着还是成天天的 然后现在我们出了一个价格 不知道什么时候 是今天下午还是明天 今天下午 今天下午 或许我们就能看到 它是不是我们的 嗯 可以 非常好 很棒 嗯 你香香了吧 我香香 土侠身上了一条 位于河南省西南部的南阳市 城北两公里处 一山孤风独秀 山不高 只有海拔三百六十七米 面积不大 只有四平方公里 因为这座山不与任何山脉相连 所以被称作独山 在独山出产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独山域 南阳独山域因多色而文明 因俏色而珍贵 因斑斓而魅力无穷 独山域与新疆和田域 辽宁秀岩域 湖北域宗石 一同称为中国四大名域 上世纪七十年代 当地的安国城文化遗址 出土了这枚带窗孔的御产 经专家鉴定 它属于新世纪早期的遗存 由独山域织成 江福建 南阳师范学院独山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专注于独山域研究 长达三十多年 那个小山包 离独山域之前距离只有三公里 那是一个以六千年为主的 古代的渔气的 加工 生产 还是个销售的计算 虽然南阳独山域 加工历史悠久 但是也没有确讨证据证明 合适度就是独山域 充满传奇色彩的独山域 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 我们跟随南阳师范学院的教授 江福建 到独山域矿场 一探究竟 在征得 玉矿管理人员的同意下 我们往矿井深处走去 矿井航道 有黑深邃 江福建介绍 独山域来源于渗透在独山石凤间的古代颜容 细小而难以寻整 但如果能找到一点线索 往往就能顺藤摸花 这就是独山域吗 这也是 遇到的独山域让我们充满期待 继续伸一脚 险一脚蛋 往旱岛深处走去 仿佛在地宫探宝一般 江福建说 独山域的储量稀少 采玉就向大海捞针 更别说高档预料了 在南洋传说中 一种叫做天蓝牛的多山域品种 西式含有 只存在于当地人们的想象当中 顺着深深的焊道又走了几百米 终于在一个台场面停了下来 这个顶上这个也是产日的吗 是 这是以前从上面采的时候挖的多 独山域的这块麦是怎么形成的呢 经过人家叫包式矿窗学家们的研究 独山域的形成是最早大约在六亿年前 独山周围这个地方的地下的烟江活动比较强烈 经常不断地由烟江压着独山的这个联系 向上 进入到地桥里面 咱们到下边进去看一看 好 这些都是独山域吗 咱们 应该说在我眼里 整个独山都是包 也说都是鱼 无非就是 我们平时所说的我们剪到的最多的是黑独山域 我们脚下的大多数都是黑独山域 我们踩的都是鱼 对 都是鱼 我站在这一块是很漂亮的一些是吧 最好的就是这一种 以鱼色为主的 我们南亚人称它为田岸域 第二种这种鱼背 这种鱼最大多数不透明 不透明 然后就是这样一种 淡淡的 这个酱姿色 它水土非常好 也质地也非常细 你看第四种 以败为主 透明度也非常好 质地也非常细 看着很润 对 我们把它叫做透水败 透水败 这个透水败都有一部分都很像 新疆那个和田鱼 这是独山鱼独幽的品种 芙蓉红鱼 好漂亮 这个像荷华 像咸套 你看这一块以黑为主的独山鱼 我们把它叫做黑色独山鱼 或者叫做魔鱼 看看那个地方有独山鱼 最后的那种鱼了 独山鱼 那个拼至最后的 就是圈鱼色的 这是极品 极品了 没有这块去下来 可能去上个是100公斤 有100公斤 还是150公斤 还是200公斤 那如果说只是它的原料 它是100多公斤 它的价值现在有多少 大概能卖个两三千万 如果它又做成艺术品 至少要生这个十倍吧 那是不是说我们今天很幸运 然后来到这看到这样的极品 我说个发费的话 这一块独山鱼 像一大堆人民币 从玉矿出来 我们来到陈鹏旭的工作室 想知道我们的竞标是否成功 你好 你好 是在做什么 没事 我小小的那个 这两块两个给它吃回来了 咱们志在必得 已经拿到了是吗 当然了 这是常常是多么东西 咱也是不会让它溜走了 这一块最不贴 其实这一块最有的 是什么云然的那种感觉 在这一块上面 体现的最充分 我现在还没有感觉到 它的如梦如画 你赶紧啥 我感觉一下 我看到的只是 就是这一层一层的这个纹路 还是你有想到 这个就需要我们去给它 做一个没用的工作 就通过我们的这种 切磋琢磨的极道工具 把它的眉充分展示出来 陈鹏旭 从事独山玉玉雕创作 已经十多年 在我们这次拍摄前 他已经有一年多时间 闭门谢客 与他的创作团队一起思考 如何寻找到一种新的思路 让一件看似普通的独山玉 也可以摇身一变 成为一件极具艺术价值的艺术品 当它在一件作品上加工时 虽然用的是电路工具 但刀法和比例的掌握 又的确是南洋千年玉雕的传承 为了让我们的拍摄效果最佳 陈鹏旭和工作人员们一起布置灯光 设计场景 通过大家的聪明材质 让独山玉呈现出七彩斑斓的俏色 意韵深远的山水 耐人寻味的品质 独山玉特有的俏色玉雕 以及世界上其他玉料 所无法比拟的 在同一块预料上的丰富色彩 都让独山玉如此与众不同 这是一件什么样的作品 这件作品是用独山玉黑白料 雕出的这个叫《潜力降临》 这个当时卖的时候 这是一个斑装的 斑装的 脏戏气的那个样子 这个是斑装 这些都是后来推出来的 有多脏 非常脏 我们这个在一个买预料的 任何夹的角落地方放着 这个因为当时看起来就黑白的 也干干的 这个价格也不是太高 这个碰上 你怎么拿走伞了 这个答案我们就象征性了 给了人家两千块钱 这个图案非常像 我们试验人民币后边 那个驱探馆的那个图案 我们平常老是在划这个倩 其实平时这个倩后边 图案我们有时候 是不太注意的 这个是立讲的 你看特别是这一块 你看你注意跟这一块 这个山的这个山市 山行 对 对对对 和这河流 对 所以这一件作品可以这样说 它是描曲是填称的 像这种非常舒服的变化 这种命违的这些变化 非常舒服的 去年这一件作品 我们带去参加了那个白华的平江 这个是获得了金江 它是一件金江作品 如果说要卖的话 它能卖到什么一个价位 那这样我可以给您参考一个价格 毕竟一个朋友已经叹过几次了 他们是价格到180万左右 从2000元到180万 这块黑白料的独山玉 创造了几乎上千倍的价值 并且在这样一块玉料上 表现了南洋人卓尔不凡的想象力 同样是一件黑白玉料独山玉作品 它有一个栩栩如生的名字 妙算 是2002年天宫奖银奖作品 当时因为这块玉料 黑白两色横竖杂陈 几乎无法构图 而被定义为废料 但经过玉雕大师张克钊和吴海舟 对黑白玉料绝妙的翘色处理 将黑白翘色利用到了极致 使原本几毛钱一公斤的黑白料 变废为宝 实现了价值飞跃 就这样 妙算真就是妙不可言了 我们很想知道 一块独山玉的设计 究竟有多少可能 竟然让如此多的设计师 对它如痴如醉 因此 在一块刚刚整理完成的 独山玉玉块上 我们也想一试伸手 这个上面还什么都没有画呢 没有 你是不是再试试 可以你再尝试一下 这上画之前 这个不是来文窝的 这个是你要仔细来观察这一块预料 我现在要拿这块牌子进行一下创作 不知道是什么效果能出来 试试 试试啊 像小蛇 我本来想画天鹅的 我夹一点点 这个甜的头有点大 这个我要跟我的摄影师商量一下 沈阳师做这个肯定 因为他们整天去会考虑构兔啊 扫拆了一下东西 听我山上雨了 或者你可以把它擦掉 这是在游泳吗 我来试试 这个感觉像是云海 怎么样啊 还不错 刚才那个良知那个前康 要别胜一出 这个是管照到了 整个这个画面的这种蒸体感 您放着两棵树 其实它这个元素不重要 它这个元素是起到了一个 对蒸体画面的一个击破作用 这就是四粮薄千斤 顺水推重 这是大自然的造型 其实 独山玉黑白作品 与中国水墨画 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陈鹏旭撩撩几笔 浓淡干式的点染 就让这块玉 有了水墨的风采 独山玉因为独山而闻名于世 在距离独山36公里外的石佛寺 是一个只有五六万人口的小镇 却拥有三万多名能工巧匠 加工的五千多个玉雕品种 畅销到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这里的旅游资源并不丰富 每天却会有近十万名游客 先来观光购物 石佛寺镇面积虽然不大 却是中国北方最大的玉雕产品 生产 加工 销售集散地和玉石交易场所 被誉为中国玉雕之项 南洋人自古以来就有经商的传统 早在宋元时代 这里的玉雕工业由北京 苏州等地传入 民间艺人磨制的玉雕产品 一开始向东南亚沿海商人出售 并转卖海外 如今走在这样琳琅满目的店铺中 很想感受一下寻找的快乐 把它杜山羽收着 那些精拼的 比较好的 或者是有一般的也行 都想看一看 像这只是中当的杜山羽收着 中当的 你看这一只都是以铝尾珠 铝尾珠 你看这一只和这一只小鸡 它的铝色明显的脆 脆 都脆铝色 这个发黑 这个是偏暗 白鲜蓝 这只的价格呢 那一只得18万 18万 选玉首先要实玉 虽然拍摄当中学到一些便玉的知识 但还仅仅是个皮毛 这只手镯呢 这个价格呢 这只得20万 20万 每一只手镯都呈现出不一样的感觉 有的干色 有的水润 有的翠绿 有的酱子 独山玉 独山玉与其他玉种最大的区别 就是颜色丰富 在这些饰品上都充分体现 六七千年的时光流转 独山玉用它的五光石色演绎着石头的丰富人生 这一件件精美的独山玉手镯 它们的精彩一半来自美玉天成 而另一半则来自于人工创作 其中最高的境界则是人的创造与天赋之美的和谐统一 这些就是独山玉中所蕴含的中华文化的博大精神 优优独山玉手镯 二十天后 我们再次来到陈鹏旭的工作室 给你个突然惊喜 不知道能惊喜不能 我心里还能说 太有惊喜了 这是我们设置组亲自去 那个矿 就是独山玉矿拍卖到的那块玉料 如今变成这个模样 这个模样 非常非常棒 非常非常让我们满意 哎呀不知道 满意就可以 不光你满意 我这个朋友也非常满意 一直想拿走 这个 这件东西不够吧 这件比较出锅的意外 这件比较 现在就要成 出锅算了 不行不是欠的问题 方案该了几次 到现在其实我们还是觉得 还是没有最后万工了 我相信等它跑完广 我们把这些细工作好之后 它会真正让你警察 我们充满期待 是enari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